淑女白天很多事 淑女晚上有心事 幫你搞定 淑女家務事 不想做白工 拿回報酬考著招 我上一間公司 合約快到的時候我就發現 我的薪水開始都沒有拿到 然後他直接跟我講說 反正我是馬來西亞人 一定要有白紙黑字簽合約 簽約先拿到百分之三十左右 即將付出勞務的 可能前一個禮拜 會再希望對方再付百分之三十 所以業主一個好處是 像他也有一點保障 對 最近我剛好看了一部 非常好看的劇喔 叫做做工的人 就是非常好看 然後都會演出一些 這個小人物的一些心聲 然後那天也看到導演分享 就是說其實所有做工的人 其實只是想要得到 這個應有的尊重 然後就是很有尊嚴的活著 其他尊重 都不用酬勞 有大用的 我想說人也太好了吧 還要尊嚴 但我今天要講的是更沒尊嚴 就是 不是只是做工的人 是做白工的人 超沒尊嚴的 這真的是這樣不行 對啊 生活已經這麼苦了 然後做了工還不給錢 對 所以我們今天幫大家 找了一些方法 為大家解套 就是說真的呢 如果做了一些工 然後最後做白工 白癢工的話 我有什麼權力可以討回來 沒錯 那我們第一個要討論的就是 做了該做的 但卻沒有得到 應有的酬勞 我就是一個既要尊重 也要酬勞的人 就是都要 因為我們其實出道很久了 但是新人的時候 應該是說我覺得 他不是不給我應得的酬勞 是 我們以前拍很多戲 其實沒有簽約耶 對 他沒有 他就是講一個感覺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常常製作人或導演 而且打通電話 講一講說 來幫個忙 就去人 都是口頭 陸上就說 不需要打合約 他說我們認識那麼久了 來...幫個忙 來... 對啊 明天就來演了對不對 每次都要幫忙耶 對 那我記得我接過一部戲 就是 你有拍過戲 有啊 他沒有空接的 都是我去拍啦 然後降價一半去加 很競爭喔 對... 那我記得是一集 三萬吧 很高耶 對啊 我從頭這麼高 九十分鐘不是六十分鐘 九十分鐘 所以是那種單元劇 然後撒狗血的那種啊 花系列的那種喔 對 那我記得 他們是拍一半才開始播的 所以不是八點檔 邊拍邊播 那通常這種 我們會談的就是 照劇本領 而且一定要 大家照拍戲有多久才能理 對 就照劇本領 因為你不知道要什麼時候上 所以你拍完一集 就可以慢慢申請啊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 但是你大概拍到 三分之二的時候 他開始播了 對 那播了之後 令人傷心的事情開始來了 就是發覺收視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不是 但我是女三 我決定不了一切 女戲份沒那麼重 對 真的 女一 女二要扛啊 對不對 就是收視沒有那麼好啊 所以它播出之後呢 本來是三十集 它就 精簡成二十五集 但問題是我們三十集 已經拍完了 我是照本領啊 對 它播 我拍了三分之後 它才開始播 沒關係 那就是掃零五集而已 至少二十五集還拿得到吧 是沒有錯 但是我那時裡面都是 因為以前真的很流行這種劇情 而且以前我很新 對手也很新 以前那個環境真的 導演如果真的哭不出來 要不就真的打 要不就真的罵 好可怕 就會跟對手講說 等一下就打真的 然後他就會 就是眼淚就瞬間掉下來 演藝圈這種領不到酬勞的狀況 宇文還要領到二十五集的人 我有領二十五集啊 我還拍過那個 真的整個戲拍完 真的是不知道去哪裡 找人領錢的 真的 我也有整集這樣錄完 然後 我都瞎氣 全世界的人都在陪我練習 對 我真好 你現在想確認一下 我們導播是不是行的 對不對 我覺得大家 第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像剛才講 所有的問題 最基本的 你白紙黑字合約沒有簽 事後你才來要錢 或者是說當初講怎麼樣 大家都各說各話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大家在合約的約定上面 例如說簽約的時候 我們是提供服務方 我們希望簽約先拿到 百分之三十左右 至少現在有一個定金 確定我什麼時候 要做什麼事情 而且我就必須把 我的時間空下來了 像你們要去演戲 或者是說有很多 室內設計師 或是要去演講的人 他就要把那個時間空下來 不能夠再給別人 或者是賣給別人 這個時間 對 所以先拿了百分之三十的定金 接下來到這個活動 或者是你們要 即將付出勞務的 可能前一個禮拜 到前一個月 可能要準備服裝 道具等等 或者是練習口白等等 會再希望對方 再付百分之三十 也就是說等於 你要演出前 要提供服務以前 已經拿到百分之六十了 可是對業主方 他也會覺得說 會不會我給了百分之六十以後 你結果那一天 給我說生病 那一天你跑去玩了 不給錢怎麼辦 所以我們通常也會 在對等的 對業主一個好處是 寫一個 如果今天在那一天 沒有出來演出 沒有來演講 沒有上法題 那很抱歉 請你 我就要被罰一倍的違約金 懲罰性違約金 這樣他也有一點保障 對 他也有保障 互相會比較公平 對 我跟你說 劉律師這個建議 其實真的對一些 比如說做建築設計這些 對啊 室內設計 室內設計比較保障 對 有保障 但如果在演藝圈 人家說 你不用混了喔 應該很難接到案子了 對 明確有可能 就有市場的潛規則 靳梅 你有碰過一種 可是如果是惡意的 我後來發覺 原來看腳本也有眉角 你知道就是 你那個腳本幾場戲 會決定長度 他有時候照本領 他其實六十分鐘 他又給你寫成九十分鐘的本 我有碰過製作單位 他故意把那個戲 寫得很長 讓你照本領 可是他播出可以播久一點 他等於也是白用 所以我以前就是 我每次在講這些東西 我媽媽都說沒關係 人家就叫你就去 不用計較這麼多 有一次看你賺得長長久久 不要是短視盡力 沒錯 我們就這樣想說 就算了 就算了 但有可能就是 我又沒拿到酬勞 我可能還惹禍上身 怎麼辦呢 菸莉姐 對 真的有時候 不是不計較 而是你整個人生都全毀了 真的就要計較喔 那就是有一個北條青年 好不容易在台北 就是辦公辦讀 把大學讀完了 然後也想說畢業之後 想辦法把這個學帶給腳新 那畢業之後 就是工作了好久 終於也找到了一家公司 電子公司 那這個工作的職嫌 是會計助理 就完全符合他在大學念商的 這樣的一個特性 那公司是號稱 生產的是晶片 然後他們的技術 是全球獨步 那對這個北條青年來說 不懂啦 因為畢竟我也不是學電子的 反正我就要把這個 範內的工作做好就好了 只是他上班第一天就覺得 工作怎麼這麼多 因為公司旗下有 二三十家子公司 所以他的主管就 好大的七 好大 對 很大的公司對不對 很大的集團對不對 那兩年之後 他就忍不住 有一天問主管說 主管我來公司已經兩年了 那我可不可以加 有沒有機會加薪 那主管就跟他說 我們公司快掛牌了 那一旦掛牌之後 我們所有的福利 薪資都會變好 你一定有機會加薪 你再忍著點 再忍著點 結果這北條青年 我就覺得他也真的是 做事很認真 很積極 他就覺得 反正我就做好 勞任願行的 對 就把範內的事情做好 有一天主管跟老闆 一定會看在眼裡 我一定會被扎薪 結果公司的股票很厲害 從八十幾塊 一路漲到三百塊 可是整個過程當中 整個過程當中 他還是沒有被加到薪水 那有一天 在開那個會議的時候 他就聽到 董事長非常有信心的說 其實我們股價 現在才漲到三百塊錢 但是我們手上的訂單 未來三年已經塞爆了 他這時候就想說 有機會漲到六百 對 這時候他就想說 那如果從三百再漲到五百 不要說漲到五百好了 漲到四百 那我不就是替自己加薪嗎 對 可是一方面 剛剛也提到 他薪水不是很多 他只是個會計助理 那另外一方面 他也覺得說 跟這個別人借錢 實在是很麻煩 於是乎 他就想了一個解決的方法 他回去 回中南部 就跟爸爸媽媽說 那個 我們反正就先把 阻措賣掉了 賣掉之後 股票有賺到錢 我們再把主座買回來 同時又可以再多買一間 那其實爸爸媽媽 也不懂什麼晶片公司 到底可以賺多少錢 股價怎樣 爸爸媽媽都不懂 我跟你講一般人不敢這樣 但因為他是公司會計 他想說妥當的嘛 對 我都做了這些賬 而且他已經從八十 看到他長到三百了 對 就蠢蠢欲動 對 而且就是季美講了 因為他都在做賬 海外子公司 業績都在成長 他就覺得公司應該 至少長到四五百以上 所以他就說服了他爸媽 把主座賣掉 確實一千多萬 他通通都去買 他們公司的股價 一千多萬 大股東耶 沒有啦 一千多萬 不是大股東 想砸下去就對了 對 還是小股東 剛開始真的很厲害 股價繼續漲 漲到了三百八 結果沒有想到 事情發生了 非常大條的 就是突然有一天 檢調居然到他們公司去搜索 那檢調就說 原來這家公司的資產 早就被他們董事長 給掏空了 所以他很害怕 他想說 那公司的股票怎麼辦 那大家想 當然就是公司的股價 就從高點一路往下掉 後來甚至公司是 下市的一個狀況 對他來說最悄慘的事情是 第一個你煮錯沒了 你等於是股票變幣值 那第二個就是 工作也不飽了 沒加薪 工作也不飽 我覺得最慘的是第三個 因為他是負責海外子公司的 這個外計的工作 所以檢調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嫌疑犯 然後你是不是協助你的老闆 來操控公司 因為根本就沒有海外子公司 那些海外子公司都是 吃官司 都是生出來的 那當然後來就是 檢大在調查過程 然後發現他是清白的 他就沒有事 可是我覺得 對一個北高青年來說 真的很淒慘 真的 太慘了啦 沒錯 我也想分享一個故事 因為接下來可能就會暑假了 有非常多的年輕人 可能就會打工 那我們就遇到一個 他是一個大學生 剛滿二十歲 然後他暑假的時候 就回到自己的家鄉 就在家附近的飲料店打工 其實飲料店現在非常的多 很多新的品牌 對 然後這個老闆就說 好 那你就是以食計費 工作多少你就領多少錢 做了一個月以後 我覺得你不錯 我們決定要開一家分店 在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希望你可以當這個 分店的主管當店長 那其實對這個年輕人來講 他會覺得說 我還在念大學 我只是暑假打工 我當分店的店長 那我怎麼經營 可是老闆就跟他說 沒有關係 你當分店的店長 你只要能夠管好 這個店裡面的財務 裡面也會有人來 你也可以害有人來進來 那重點是說 你就可以分潤 這一家店的這個收入了 所以聽起來 對這個大學生來講 就很好 對 那老闆特別問他 你滿二十了嗎 對 我滿二十了 好 那我們決定 要幫你去設立一家分店喔 那大家當然就是覺得說 原來我這個千里馬 遇到伯樂了 所以就好開心 就好把資料 身分證 一些資訊都給老闆 然後該簽的簽一簽 老闆也真的去設一間分店 老闆那到底分店在哪裡 老闆就說 我們這些都完成以後 就會去找店子 就是地址 然後你就會到那邊去 等了三個月 奇怪 老闆那個店呢 怎麼 到底在哪裡 他打電話回來 不是說我要去當那個店 然後老闆就說 你再等等 結果過沒兩個禮拜 發現看報紙 這個老闆的飲料店倒了 人也跑了 但重點是 原來他這個飲料店 去設分店的時候 去申請所謂的 就是這個大學生 就被老闆利用 去設了青年就業貸款 一個大概十萬到二十萬 而且才發現不只一個青年 就借了兩三百萬出來 那老闆借著那個貸款 怎麼辦 當然就是這個小朋友要還 而且不是小朋友還而已 通常是小朋友的父母出來還 天啊 通常是這樣 好慘喔 就白白做工兩個月之後 然後還被詐騙 我也是遇到老闆逃走的 就是我上一間公司 對 然後我跟他們合約 是簽五年 然後其實就是 每個約都會講說 譬如說幾號一定要入帳 對 就可能一號要發薪 可能會拖到十五號 可是因為我前一名公司 是小公司 就都覺得大家是辛苦過來 所以我也不會一直 去追帳什麼的 那真的也都有拿到錢 然後到後期 我們有發了一張唱片 然後很順利地做完之後 過了大概半年左右 因為當時的那個化妝師 還有那個服裝師 是我介紹的 結果化妝師跟服裝師 全部都跑來問我說 不好意思 其實我們的酬勞都沒有收到 就欠了萬片 欠了快五十萬左右 然後我就跟我老闆講 然後他就說 他一定會處理什麼的 對 然後到最後我發現 他好像真的沒什麼錢 我當時還 讓他去還 因為我就覺得 大家一起辛苦的 你比老闆還有錢 不是 因為他就是感覺 已經有點 他就跟我說 他在努力生錢當中 因為其實我們以前都是 投資方來投資我們 去發片這樣子 然後到了第五年 合約快到的時候 我就發現 我的薪水開始都沒有拿到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那個我的 我的就是薪水 沒拿到的問題 他就跟我講說 請你再給我一點時間 因為我現在在融資 等我拿到之後 我一定會給你 我一定會給你這樣子 然後後來合約到了 過了一年了 中間我都會陸續跟他要 但他就是誠意都很好 就說我一定會給你什麼 所以我就想說 算了 不要追究 到最後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跟他要的時候 他直接跟我講說 反正我是馬來西亞人 台灣我清場 你就告我吧 直接擺名叫 然後他就跑去大陸了耶 就跑去大陸 所以就追不到這筆了 完全拿不到錢 而且我不知道 要怎麼處理這件事 我問過很多律師朋友 他們說 因為他在台灣沒有身分 所以他沒有財產 你也不能扣押 然後我找不到這個人 我已經透過 因為我去年 有透過媒體的方式 對 因為他其實是圈內人 所以大家也都認識他 都認識他 而且當初我就一直跟他 在追仗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你一定要瞭解我 我自己也當過藝人 我懂你的感受 我不會不給你錢 可是最後漏那一句話 真的好像很不爽 哪怕我 你會覺得很潔心 原則上 中國大陸是 承認我們的判決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台灣 告這個老闆 告贏了這個判決 可以拿去大陸 再打一個任許判決 就是請大陸承認 然後再去 這個錢會很多 對 所以我現在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錢有沒有超過三十萬 差不多三十左右 那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 有必要做這件事嗎 多一口氣 多一口氣 對 就衝了 因為我們訴訟會有成本 對 那也沒有辦法 那如果是堵一口氣 當然衝沒有問題 好啦 你有三十的 我們一個人拿十萬 你不曉得 你有先問問我們嗎 可以嗎 我們沒有人不合 我是想算了啦 你以後隨便穿都有三百 不要計較了 如果剛剛有講到一個 他說他不是台灣人 所以他是馬來西亞人 其實馬來西亞 還是同樣的意思 那要看說我們有沒有 跟馬來西亞去簽一個 類似司法互助合約 那有這樣就可以去執行 所以重點是說 今天如果他不是台灣人 我們要借他錢 先說你不是拿台灣護照的 所以我要借他錢 我不管怎麼樣 他如果在台灣有資產 我也追不到嗎 在台灣有資產是可以追的 可是重點是很多這種外國人 他們的資產都是在國外 會很難追 很多人會是因為像是這種 比較小額的欠錢糾紛 就會去請律師也不划算 所以大家會常常使用 所謂的鄉民的力量去做 可是這邊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我舉出兩個例子 那他們是一樣的狀況 可是得到截然不討的結果 就第一個人 他就是一樣被公司欠錢 他是一個小廠商 幫就是承包人家的工程 那這個他就是做完之後 因為有一些糾紛 上面的業主就不願意付錢 他就很生氣 就寫了拉了白布條 然後PO了爆料公社 然後就說XX無良公司 這個狼心狗肺 公布他的公司名稱 然後什麼什麼不付錢 上盡天良之類的 那當然兩個人就產生糾紛 那這個公司 因為他先侮辱我 回損我公司名譽就很生氣 就提告了他的誹謗罪 那這時候這個人就完蛋了 因為這個公司很硬 他們有資金的糾紛 錢可能也還在訴訟拿不回來 還被告了誹謗罪 那另外一個人也是一樣 他也是一個小工程公司而已 那這也是承包業主的工程 那這時候他也是想動用 鄉民力量 因為他實在沒有錢 去負擔這個律師費了 對 那就一樣訴訟嘛 那他一樣啊 想出了一個聲明 想去PO在網路上 可是在這之前 他是有去先諮詢過一些 律師的意見 他就有幫他改 那以律師出的聲明 就不太可能會涉犯到刑法的 被放罪啦 就比如說 雙方可能有公審瑕疵修分 律師就寫成無名嫌瑕疵 這樣去給他搪射合遵 我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我們今天被人家騙了多大 或是被就是做白宮沒領到氣 你有多氣 你都不能公然的就是侮辱 確實 因為這是兩回事啦 那這個東西 鄉民力量確實有發揮作用 公司也比較願意跟他和解啦 那這個訴訟結果是和解 雖然沒有拿回全部的這個款項 可是因為就是有一個 活水注入公司也免去倒閉的風險 所以各位就是 如果要動用這種比較媒體 或鄉民的力量 我是建議不要啦 那如果真的要的話 還是累這個用詞上 要小心一點才行 所以說千金難買早知道啦 早知道 就要看清楚這個人 所以我們要請我們的李老師 來告訴我們 到底什麼面向的老闆 會容易讓我們做白宮 我們要閃他遠一點 是的 這裡是個面向 它有四種不同 讓你做白宮的狀況 所以大家仔細看一看 如果你的主管 或是你的老闆 你的朋友 他在跟你談合作的時候 他具備這個面向 那你最好是停看天 免得你真的就白做宮了 我們來看第一章 第一章看起來這個人 還滿漂亮的 很順眼 但是在面向上面 他出了什麼狀況呢 額頭很窄 然後上面又髮技很亂 那做白宮就是他不負責任 有難跑低 這種面向的主管或是老闆 我稱他叫做 甩手掌櫃 當他要你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一定說包山包海 沒問題 你去做 你放手去做 遇到了困難什麼找我 我來幫你扛 沒問題的 可是呢 當你真的遇到問題 來找他的時候 他是 推 拖 拉 然後他就說 我不知道啊 這件事情 我就是交代給你的 我全部授權給你 讓你拳拳去處理啊 所以你就必須要重新來過 所以遇到這樣的人 你一定要小心謹慎 好 第二個呢 看起來 它是哪裡的狀況呢 額頭有亂紋 你看那個紋 其實我們人到了一個年紀 額頭一定會有紋 一定會有抬頭紋 對 但是呢 我們的紋最好是 貫徹始終一條到底 而不是斷斷續續 它的狀況就是思緒不清 會改來改去 它的講法就是啊 比如說早上呢 慌七慌八的 把大家給找來就是 這件事情就這麼決定了 你們趕快去做 好 到了中午他想一想 不對勁 然後又把大家給找來 我早上說的不對 我們要重新來過 所以他們永遠都是在做 第一手的事情 都是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 事情要有一個結果 很不容易 所以跟著 這樣的一個主管做久了 他當事人都會 對自己的信心產生懷疑 我到底是不是很不幸 對 老闆就是下午才開始做事 因為想要等他改完 另外一個想法 他講完之後先不動 不要做一半 好 我們來看第三個 會讓你做白宮的面向 遺量塌陷 原因是因為優柔寡斷 沒有辦法做決策 這個就是當斷不斷 這個會錯失良機 這種面向的人 我稱他叫做前怕狼 後怕虎 中間又怕老鼠 而且他很喜歡開會 動不動就好 好 我們把這件事情 大家來開會 對 來討論討論 可是每一次開會 都沒有結果 見數不見鈴 然後 好 今天就開到這裡 我回去再想想看 所以機會就錯掉了 那大家一直都在寫 新的一個企劃案 最後機會就沒了 所以就是白做工 好 最後一個 大家看了會很生氣 會常碰到的 就是他的面向你看 顴骨突出 他會跟 部署搶奪功勞 這種人 他最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做一些口頭 不負責任的承諾 你只要把這件事情 給做好了 你放心 我一定給你升官 你只要做成了 我給你加薪 好 當你做好了之後 好 這件事情 功勞是他的 他往上報的時候 這個都是我 怎麼怎麼怎麼做下來的 但是呢 都是因為有我 對 你們才有晶片 是 那問題是 如果說這個送上去之後 被打槍了呢 他是功勞歸他 就是都是你 都是你 所以你必須要承擔錯誤 所以你也是白忙一場 為什麼會白忙 做對了 功勞是他的 那他會 因為他都是口頭承諾 他真的給你加薪 給你升官嗎 沒有 李老師講完這四個面向 我剛剛有注意看 我家兩個製作人 完全沒有真面向 而且看起來就是富貴吉祥 那一段俗女最近 發展得非常的旺旺 可是如果我是老闆 我現在看完這四個面向 我就第一個想去找王作軒而已 對 就是我想說把抬頭紋 把我面向都改掉 不要有人發現 抬頭紋跟鼻樑 可以改 顴骨怎麼辦 顴骨真的要銷骨了 工程太大了 為了詐騙我要銷骨 沒有 你可以把下面這邊 臉打膨一點 顴骨看起來就沒那麼大 其實我跟你講 都是比例的問題 對 而且有時候大家說 相由心生嘛對不對 對 相會改變 對 其實相會慢慢改變的 所以要相信他 就因為當然遇到不好的老闆 有時候會很贏 但我們就把他當學習的機會 有時候是像剛剛第四種那種人 就是和你做白宮 是因為你做好了所有的事情 整晚會胖胖去 對 功勞都變他的 那也是一種白宮啊 沒錯 那我們剛剛討論完的是 大家這個拿不到錢 對 做白宮 那我們現在要來求解 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 就像老師剛剛講的 對 都被人家拿走了啦 對 我手上有一個 很不錯的發明家 他自己在當工程師 那大家知道這個蘋果的手機 它本身是沒有辦法 直接插記憶卡 它的這個儲存 裡面容量多少就是多少 對 所以它沒有辦法 額外增加的 那就有人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他就去想研發出說 我可以額外插一個裝置 他就可以把你裡面的照片 存到這個儲存裝置裡面去 讓我們很方便的 可以讓我們的儲存空間擴大 後來也真的他研究成功了 可是大家知道 這些年輕的傳染家 他沒有錢 對 如果你已經有這個技術 再來就是要量產 那量產怎麼辦 行銷也很重要 是 然後他就必須要找資金 找人家來投資它 那就有另外 他就去找了幾個老闆 問這幾個老闆有沒有興趣 每個老闆都好有興趣 也都覺得說 你這個發明啊 很好 將來一定可以賣很多錢 對 的確是 可是遇到了其中一個老闆 他看到了這個發明以後 他居然是 你這發明很不錯 我怎麼沒有想到呢 然後就在開完會離開以後 就自己找其他的工程師 好壞喔 對 就把這個專利註冊囉 註冊完以後 再找其他工程師 看能不能反向的 把他這個研發的成果 再一次地複製出來 這個很窮的工程師 還必須來委託律師 來打官司 更氣的是 我們去打官司的時候 這老闆來開庭 一開始是開賓士來 對 再來是開勞師來是來 再來開超跑來 整個市場都被他製光了 那你的那個委託人開什麼車 Toyota 那什麼車 好心酸喔 真的很心酸 最後是U-Bike啦 好慘 連車都賣了 因為那個錢要給律師啊 都你們啦 真說疼傲人啦 就是最後 因為他還是很堅持 然後確實也很多人 看到他努力 所以也有其他企業家投資他 是 所以才慢慢地 我們大概已經打了 六七年的官司 才整個翻轉 這麼久 很久喔 真的還是要想 很多保護自己的事情 沒錯 不然就整個香料料的 志偉哥 那你們的圈子 也會發生這種事嗎 會啊 那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公安公司做企劃 那你知道企劃就是比案子 那有時候呢 這個公安公司的老闆 他要去拿一個年度的企劃案 他就會 就是需要你幫他做一個 很棒的企劃 然後能夠去讓客戶覺得說 我就是要找你這個公安公司合作 當時他的老闆就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缺啦 我有一個企劃組長的缺 但是呢 告訴你們這些企劃 就是我現在要去標一個 很大的公司的年度案子 所以只要誰 可以協助到公司拿到這一筆錢 因為他那個一年是兩千多萬的預算 所以你就是大工程 除了升官加薪之外呢 還會給你獨立的辦公室這樣 所以每個人當然就很想要去爭取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年度的計劃 包括有一些議題的設定 一些活動 等於一個禮拜每天熬夜 把東西弄出來了 他用文字寫 他就比較不會用PPT 不知道怎麼去包裝 那個很精美的東西 就是當要放榜 那老闆之後就決定 叫另外一個人 帶他去跟客戶提案 結果也拿到了案子 那就是這個同事 平常跟他也還不錯啦 做他隔壁的 就升了企劃組長 就搬進了大辦公室 對 他就 就是有個人的辦公室 那總是要了解他到底做了什麼 做得這麼好啊 對 所以我等於就是很好奇 就會問說你到底是做了什麼 他就說老闆說這個事情就是 他知道我知道就好了 所以我也不便告訴你們 就就是這樣子 一句話就糖塞過去了 但是就很巧的是呢 他有一個朋友 就在這個客戶的公司上班 就有一天一起約吃飯 就聊到這個很屋子的事情這樣 我真的很好奇 到底我的同事 是做了什麼樣的案子 我會讓老闆喜歡 然後讓你們也買單這樣 他說很簡單啊 我就把那個案子給你看就好啦 他就非常的開心 結果一給他看 他真的傻眼 因為那不就是我的案子嗎 你知道嗎 就是裡面大概有八成 都是他的想法 只是從文字檔 變成很精美的PPT 然後呢 包括就是說 然後再加個百分之二十 加個百分之二十的市場分析 這樣子 所以他就很不爽 那回來的時候呢 就直接去問這個 已經是他主管的同事 請問這是什麼 這樣他說 這是我的企劃案啊 你怎麼會有 然後他就說你不用管我什麼會有 為什麼裡面有八成是我的 他就把他的東西丟到這個人的面前 他說你有什麼證據 結果他說我當然有證據 結果我朋友去調那個監視器的畫面 就發現說下班的時候 因為他自己有個壞習慣 電腦常常不關 對 就發現說 當大家下班的時候 這個人還在加班嘛 那加班其實很正常啊 可是他是 他就看到他在看他的電腦 他偷看他的電腦 對 那他就說 那你看我的電腦是什麼意思 結果這個人剛剛講說 沒有 你這浪費公司資源耶 我是幫你關 你關機需要坐在那邊 可是我覺得你朋友 雖然就是讓他成果被奪走 但他也學到一個人生經歷啊 你本來就應該離開 就是要關電腦啦 一定要關 可以就做北極熊嗎 你說你要說人家超你的 問題是 這很難證明 對 這很難 沒辦法 人家就說在幫你關電腦了 對 這個會讓我想到 我剛出來做的故事啦 先說結論 我會建議說各位 在第一次受領報仇 或是對方答應什麼 第一次給你的時候 假設對方已經推脫再三 那這時候 或者是有炸 那這時候就要去考慮 一下 因為他很顯然是沒有要跟你 長期合作嘛 我通常第一次應該都 客客氣氣的乖乖把東西 拿出來啦 就我之前剛出來做的時候 我從事務所離職 其實那時候是沒有考慮過 要自己出來開的 那時候要給三給人 要受僱啦 後來看到這個求職網上 就欸 有一個XXX 然後他們一家公司在徵法務 那他開的這個價格非常好 然後我就去應徵了 然後就也收到面試通知 對 那我就到這個現場去 可是我就傻眼了 那個現場長什麼樣子呢 他不像一家公司 他像那種鄉土劇裡面 黑道大顆會在 喝長的地方 就是有那種比較矮的椅子 一個超大觀光巷 中間有茶具這樣子 然後老闆就走出來坐著 他也不到茶 他倒威士忌給我 哇 這麼猛 他說我們邊喝邊聊啦 我說喔 好啊 那時候設施衛生嘛 他就想說你其實也早就想開喝了 對 一早就在喝喔 然後他就跟我說 其實啊 他是刊登錯誤 他不是要找受僱 我說那你要找什麼 他說他要找合作的律師 對 那合作是什麼意思 他就說啊 你看我嘛 我人脈很廣 我是一個地方人士 那這樣子 我要選當地的議員 你幫我助選 我把案件Pass給你 就幫你介紹案件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沒有要付錢 他沒有要付錢喔 他沒有要付錢 然後那時候想說剛出來嘛 那就試試看好了 就答應了 結果後來呢 我就開始做了一些 亂七八糟的事情 比如說去那個 然後陪他去應酬 一早就在應酬 然後有時候還要幫他 去開車助選 你是應徵助理嗎 對 我過了一個月發現不對啊 我是律師耶 我在幹嘛 我不是要應徵助理 他參訊有可能會認識一些 對 其實還好 因為他都對外宣稱說 我是他的律師 他還幫我印了一個名片 私自幫我發喔 我都沒有通話 那這樣別人就是 會去找他 對 那我就跟這個老闆說 奇怪 你不是說你人脈很廣嗎 怎麼過了一兩個月 你都沒有案件進來 對 然後說 你還敢去找他談這種事 因為其實我 我就是要離職不離職沒差 他也是先喝一杯再吃 我真的需要一瓶喔 那他就說 就是剛好沒有這樣子 就是搪射過去 又過了一兩個月 我就覺得不對 那這個一定是很有問題的 對 後來我就上網 開始搜尋他這個人 就有蠻多前科這樣 那我之後發現 這樣不行 我趕快要幫他切八段 因為我開始發現 他用我的名義 在外面 就是宣稱說 我都幫他處理事情 他有事情都找我就對了 可是我一點錢都沒有收 到底他發生了什麼事 你也不能完全掌握 所以那是會有很大風險 是有上新聞的 所以我就覺得這真的不行 那我就趕快跟他切八段了 所以說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我會建議各位 在慎選合作對象 先Google一下 現在真的Google非常方便 對 誰都查得到 對 很恐怖 甚至判決書也是公開的 有時候還有前科也很好查 起訴書 真的假的 對 現在連起訴書都查得到了 其實這種原本不公開的東西 就查得到了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所說的 在他答應你的東西 一直都沒有做到 然後你已經 喝了酒跟他搖了 這個狀況之下 已經調很白了 他還是願意推脫的時候 代表說他沒有跟你長期合作 只是想利用 可是有可能他拿這瓶威士忌 是五十年的那個 就是一瓶已經 就是你的酬勞 那可能我募捨 反正就是自己要判斷一下 看看風向不對的時候 就要趕快判斷 是啊 真的要趕快判斷 因為有時候後來我才發現 這個人後來還害到另外一個律師 因為其實依法來說 不是律師的人 不能開律師事務所 會有律師法的問題 那他就後來又找了一個律師 跟他合作 對 然後他就因為 他就開了一家事務所 然後所以說這個候選人 就這個老闆 就被檢警調查了 後來還千年到這個律師 那檢警就偵查他說 你是不是用他的名義 來做這種假怪羊頭賣狗肉的事情 而且這樣子之後這個律師 就會有一個比較不好的記錄 對不對 確實喔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討論 第三個就是 搶奪先機 預購 預訂的結果換來是一場空 對 我覺得常常都是這樣 我們就想要有一些預約 預訂 預購 然後他就想說 這樣子的話可以比較省錢 對 或者是他寄來的時候 剛好我是第一個用到 特別的 對 特別的 她搶那個第一個 可是到頭來 搞不好真的是白忙一場 對 像我自己本身是個網購狂 然後所以很多人會丟一些 有趣的東西給我 然後我不太喜歡喝水 因為我覺得水就是有一種味道 然後有一天我經濟 水就是沒味道 沒有 水有一種水味我不喜歡 然後有一天我經濟人就傳了 一個連結給我 然後它是一項商品 在美國很紅 它就是主打說 你把水加進去 會變成各種水果的味道 超級心動的 因為我覺得對我是有需求的 因為我就不喜歡喝水 然後它主打 它有很多的口味 像是什麼 梅子 柳丁 水蜜桃 它一個杯子水倒進去 就會有味道 是不是很心動 我也會想賣 因為小朋友不愛喝水 你給他一點味道 他就會覺得好喝 你不會擔心 那杯子裡面到底放了什麼 對啊 一定香精 你現在科技那麼發達 可是它就寫得非常神 而且在當初 那個時候是非常火紅的 所以就預購了 然後預購就等等 等了快要半年 都沒有 我中間還寫信 然後網站用英文 全英文 都沒有收到回信 我還就是去 我喜歡香菇 這樣子 哪裡是我的杯子 全英文 我喜歡喝水 之類的 就都沒有收到 有一天呢 突然 家裡門鈴就響了 它來了 還不錯 它來了 我以為 然後時辰大 就是這杯 好 來 有味道嗎 就是我很期待 我想說我是台灣最潮的人 我可以喝它 喝 喝喝看 我以為它怎麼濁濁的 可是它 對啊 水 你看起來霧霧的 你這是乾淨的吧 乾淨的 乾淨的 喝喝看 它聞起來真的有點香味 有味道對不對 我會想喝 我現在好渴喔 沒有味道 是不是完全 它就是水 它就是水對不對 對啊 就是跟我想像中 完全不一樣 是不是 很需要想像空間 這個要900塊 對 差一個美金要29塊 差不多台幣900多塊 900塊 你好有錢 重點是它看起來 值得很差 真的 十元商店嗎 真的 值得很差 然後我還為了它 它就是寫信 然後等那麼久 結果拿來我整個就覺得 為什麼當初我要這麼辛苦 要去買它 對 真的 而且它900塊 從美國運來 還有運費的問題 真的耶 好冤枉的 可是宇文你聞聞看 它聞的時候 它聞有味道 聞有味道 我覺得它應該香味 是在上面那一圈 香在上面 就是在那個杯子 但水沒有 我那心情的落差 真的是很大 還是說你英文 其實念得不夠詳細 它說 我的杯子有味道 不是水有味道 沒有 它那時候有個 影片主打就是 它倒進去很像果汁一樣 對 那真的沒有 太實惡 這個預購有點就是 落差 對 那我來問一下燕麗姐 如果像凱希 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我預購 然後來的東西 跟我的預期是不符合的 那我們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我先想一下凱希的例子 因為是在國外買 確實是比較麻煩 就是也許我們會覺得 對方誇大 但因為每個國家法律 規範不太一樣 也許那個國家他們覺得是OK的 所以你要進行訴訟嗎 不可能嘛 三十塊美金還要再花 我的案子都是國外 三十萬 對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說你真的是 非這個心情玩意不買的話 那也許你在台灣 或者是說台灣的網站 或是你真的非常非常熟悉 萬一出了什麼事情 起碼你可以追回一些公道 或者是要他送你 其他的小禮物等等 那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對很多的台灣民眾來說 我們最常會發生的 預購型的糾紛是在 參加健身房啊 對 補習班啊 參與班啊 因為我們已經預繳了 一學期的學費 很多啊 SPA按摩啊 美甲課程啊 很多 對 那這個就是大家會擔心說 我今天已經繳了一學期 或者是一年的學費 結果它倒了怎麼辦 那就會建議大家 你要繳繳繪費之前 你先去查一下 這間公司它是不是有所謂的 也就是它收到大家的錢之後 收到消費者的錢之後 它會把一部分的錢 直接匯到這個銀行的專戶 可以這樣子嗎 我們查得到嗎 一定要去查 你可以問問我 我從來沒有查過 我都幫它被 出貨桌好了 這邊忘錢 才能發行禮券 才能發行禮券 它沒有禮券啊 你加入健身房的這種 它就扣在你的帳戶裡面 對 你就要自己小心了 沒錯 可是其實 但沒有規定它一定要開對不對 有規定一定要禮券 有規定要開喔 你是說開健身房的 都規定一定要開信託 是 那所以像每一年 我們的主管機關都會抽查 就發現應該不是講說 有開健身房的規定信託 我應該是說 它要它繳惠人課程 預購那些課程備的 都要 對 就是預購型的話 一定是要有信託專戶 所以大家可以先去問一下 那因為其實法規是有規定的 那如果說你會擔心的話 我想這個要繳學費的時候 你就思考一下 那同時其實呢 各縣市的狀況不太一樣 但大體上 就很多媽媽們 他們繳學費的時候 發現小孩子根本就不喜歡 上這門課那怎麼辦呢 很多 可能有些老師就會說 沒關係嘛 再試試嘛 再試試 但極有可能你就超過了 這樣子的一個黃金時間 就是其實你是可以 退費的黃金時間 這所謂退費的黃金時間是呢 只要你上的課 沒有超過你繳費的三分之一 你就可以退一半的錢回來 所以很多老師說 繼續上啊 繼續上啊 繼續上 他就是要想辦法讓你超過 那三分之一的時間 超過三分之一是一毛錢 都不能退了嗎 就完全不能退回來 所以三分之一 所以沒有超過三分之一 可以要求至少退一半 對 要學起來耶 那個真的很重要耶 都不知道多繳多少錢 因為其實講真的 也滿有道理的啊 你都已經上了三分之一 你要不要應該馬上就決定了 不用再拖了 你的意思是說我買十堂課 假設我上了三堂之後 我上完第四堂 我就覺得我才覺得我不合適 那其實我們可以不用退給他們 對不對 如果我們是老闆就不能退 然後我是學生 就不能再要求了 對 那如果民宿人家住了一整夜 早上要求退費 這種要退嗎 早上發覺 我二十 我早上八小時 真的 早上一晚耶 吃完早餐之後才都 還吃完喔 還吃完早餐 對 到十一點 然後說我昨天睡得不太好 要退費 這樣給 這樣又退費 你早餐好了嗎 你就泡進 泡進 這又野生出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有一些商家 他們會在那個契約裡頭 特別載明就是 完全不能退費的情況 所以請你在繳費之前 要特別三思 要看清楚 如果說你的契約裡 有這樣的一個在明的內容 然後你自己又不能接受的話 那就不要繳這家嘛 你就換別家嘛 對 妳剛剛講那個 我才想到 妳是住完早上十一點 我給妳繳了客人打完半年了 還說 為什麼沒有效 那這半年去哪裡了 這自己知道已經退了 本來就是啊 所以我就覺得 有一些人的邏輯 真的很難理解 或是有一些買宅配網購 他會把那個東西包好 然後說一旦拆封 術不退化 他打開來 好光是擺進去 是空的人 我要怎麼說 你知道在那 他就這一次剛好忘記擺了 他就說你打開又不能退化 然後說東西 這種真的太驚嚇了 但其實可以追 這個節目 我們節目有教過要 邊開箱邊錄的 對 不過有一種狀況是 因為台灣人愛吃嘛 所以有的時候很多美食 大家是搶著要去訂耶 訂了你還不是就有 你還要到現場排對不對 對啊 因為尤其如果是那一種 小店 你知道小店它就不會像什麼飯店啊 什麼大餐廳啊 規定比較多一點 不是 它會比較嚴謹一點 對 那像我是在一間 就在新莊有一間烤鴨 非常有名 那它就是一對夫妻 就是一對夫妻在座而已 那每次你要去買 你一定要先打電話之外 你要去付錢 有些人是打電話就讓你訂嘛 對 可是通常這種 我要出鴨啊 那如果你訂了沒有付錢 是不是就 所以打完電話 你還要去現場付錢 喂 老闆喔 那我不能拿鴨的時候付錢 不行 你就是一定要先付錢 他怕你沒來拿嘛 那所以就是好 打電話完之後 我要兩支 然後你還要跟他講 你要多少有麵皮 然後你的那個蔥 蒜要怎麼樣 都要講好 那他也會寫在一張單子上面 那完了之後就是 你要趕快去付錢 比方說明天要拿 今天訂了就要先去付錢 所以我就要從 從我住在山跑到新莊 志偉哥你到底有多想吃這個呀 它真的是好吃啦 說實在話 一定真的很好吃 他都講了我就想吃了 我們約約我們也試試看 然後完了之後就付了錢嘛 而且跟他都講清楚了 對 然後當天 因為我岳父住新莊 我岳父早上還特地去巡邏一下 老闆 老闆娘 你去訂的那個烤鴨 OK 沒有問題 因為都認識嘛 他說沒有問題 已經都處理了在這裡 這兩支就是你的 我們還要烤 還刻名字 對 這個大概就沒問題了吧 對啊 那當你大概差不多 五六點要去拿的時候 哇 不好意思啦 你那一支 你那一支鴨 怎麼可能 你買兩支 我討論這麼久了 我不懂你都點這麼久了 他怎麼可以把它賣給別人 會賣給別人 就是因為你已經打電話 然後去付錢 隔天早上人還去確定 結果我到了晚上去拿鴨的時候 他跟你講說鴨不見 煮熟的鴨 沒了 怎麼辦 那我說那怎麼辦 我錢都付給你了 對啊 那老闆是一直說 不好意思啦 我跟你講 這個麵皮我都送你不收錢 我說麵皮一包才十五塊 對啊 他當然會要退我嘛 那我就說 可是你這樣不行啊 你看你那邊還有鴨 你把那鴨給我 我已經付錢了 對 那老闆娘就說 你如果真的不爽 我錢全部退給你 我不做你生意也沒關係 有做生意可以這樣子的嗎 對啊 所以最後我們就是 只有買一支 只有拿一支烤鴨 他退了錢給我 然後多送了我一包 麵皮 這樣你吃得下 還是要吃因為好吃 要我認識我就不要吃 然後你就一直沾甜麵 這樣吃那個麵皮 不是啊 劉律師 那如果像我們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說我明明就已經訂好 而且我也已經付費 沒錯 其實我們最經典的案例 就是像我生日 需要生日蛋糕 結果你在那一天我也都訂好 結果那一天就做不出生日蛋糕 或是賣掉了 然後跟妳說 不然我等一下再補給妳 妳明天再來拿 已經一點一一都沒 沒錯 那這樣子怎麼辦呢 在這種狀況 妳也沒有其他時間 在同時間去其他地方買 那這個時候 其實是可以跟這個賣家 要求要損害賠償的 法律上妳本來就有這個權利 不只退貝喔 退貝是本來最基本的喔 妳還要額外賠償我 例如說明天送我兩個蛋糕好了 還是蠟燭多兩個 那是說妳如果是 女朋友的生日蛋糕 妳錯過 妳說我女朋友會跟我分手 怎麼辦 本來我要求婚了 對 她可能要退我 比如說什麼 一個Tiffany的賺戒 什麼的 對 沒錯 像婚禮的酒席也是 有人就被重複訂婚禮的酒席 結果導致那一天 他沒有酒席可以吃 我就是喔 你 對 一個月前 然後我們就是緊急地換場地 這種就是真的可以求場的 因為法律上 確實就會造成損害了 妳可能額外訂的場地 也不是如妳要的 或是費用會增加的 那這些精神上的賠償 都是可以請求的 原來可以有精神 那我學到了 我覺得這一集我學很多耶 所以有一些權益 真的自己要知道 不要做北撩綱的事情 對 最重要是前面 先做一點功課 沒錯 而且現在網路這麼方便對不對 多查查 多問問 也祝福大家今天非常 謝謝大家的分享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式 還有時尚這檔式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式 趕快來訂閱